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次变因对我而言算是一个突破 我以为可能改不动 但是到最后已经书印出来 发现变因确实要改 而且不是我想改就改 因为我内心中有很多的案例 而且包括各地方送来的案例 都可以用这一个大原则去看 竟然都可以贯穿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什么都不想 就是把它改 这个有时候灵感什么时候来 我也不知道 我常常想我以为可能改不动 但是隔一段时间又改了 其实我都真的不想改 但是怎么静下心来 我就会去看我的小册子 那看到最后 莫名其妙有时候灵感又来了 我真的又改了 是在这种情况下 好 那我们来谈变因这一次的改变 事实上变因是我认为 这个手册里面核心中的核心 为什么 它一开始就点出从生命来探讨 因为一个生命要维持下去 它必须要有组织器官运作的顺畅 它才能维持生命嘛 那组织器官怎么去运作呢 背后一定要有一个热能去推动它 没有这个热能 你组织器官即便都是完整的 你也活不了 就像死人 死人什么组织器官也都有啊 但它为什么不能动啊 就是没有这个热能 所以热能在我的看法是因中之因 它是推动我们生命力的一个活力的种子 没有它你什么都没有了 好 那我们从这一个方面来看 我们就很确定了 如果没有热能 组织器官不能运作 有热能组织器官如果不运作 或失调了我们身体也会出状况 所以生病就可以归纳到两个层面 一个是什么层面呢 就是组织器官运作失调一个状态下的 体伤的问题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身体的热能不能充分供应 这个组织器官运作的热能不足的问题 所以我们最后归纳疾病只有两个层次 一个是什么 体伤 一个就是热能不足 那这个不是理论 而是实际上我们在做的时候 也确实是这样的 体伤你按推改善了病症就改善了 那到了体力虚弱或状的组织受损的时候 你没有热能 确实那个状的组织受损 不是你揉就能揉好 那我们也看到这一个层面 那所有的医学研发 不外就是要解决疾病的症状 医学不可能凭空而生的 一定是先人们有了疾病的症状之后 医学为了解决它才去研发的 好 那回过头来看 疾病既然疾病分症跟状 那它又受着两个层面的影响 一个是体伤 一个是热能的不足的问题影响着 但你能够分得很清楚吗 体伤跟热能不足分得很清楚吗 它彼此又互为影响 问题来了 你运作的时候要消耗热能 那你热能出了问题的时候 又影响组织的运作 又会造成症状的严重 他们彼此是不可切割 但又互为影响那种关系 错综复杂 你很难理清 所以到最后我们发现 你有体伤必然会影响热能 所以我们要解决体伤 一定要还要温敷喝姜汤 就是要做这些动作 同样你身体虚弱 或壮的组织受损 虚的时候你光补也不行喔 你没有配合运动 增加它的吸收能力啊 甚至按推啊 让体那个组织运作顺畅 有时候是补不进去的 所以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 我们最后确定 既然疾病不坏这两个层次 又这两个层次又互为影响 所以要解决它 所以我们就变发展成一整套的 就是一定要按推内外热源 都要具足 不像我们医学常常 有分内科外科的 内科不管外科 外科不管内科的 不是我们通通管 原始点变成一个 变成有这样特色的 好 那再来就是 到底这一个人 你一看到 我们是要先按推呢 还是先用内外热源 这个问题就来了 其实既然都要整体用 但还是有先后啊 不可能没有先后 你同时用吧 你也喝姜汤 然后一杯子红豆蛋 然后一边喝一边揉 我们好像也没有 有时候要先揉 有时候先温敷 我们可能也会分出这样 好 那怎么来分 这个就是第二段 要变体伤比较严重 还是热能不足比较严重 那这两个又互为影响 怎么来变 那这个我们说的 一定是从症状来变 症状因为热能不足 反映在体力虚弱嘛 那体力虚弱是不是症状的一种 是不是 是 因为我们从症状 我们书已经写得很详细 症可分成三大类 第一个症的不适感 有没有 是一种 比如疼痛痠麻痒啊 第二种是什么 症的功能混乱 那症的功能混乱 它只不过是 不适感更具体而已 那这个包括呕吐腹泻 便秘咳嗽气喘 诸如此类的 另外一个叫做 症的体力虚弱 对吧 那症的体力虚弱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热能不足反映在体力虚弱 这个就是在第三点 症的体力虚弱 那到了症 症的组织受损 那个就不用讲 那个指的就是破皮流血伤口 或是一些皮肤病啊 起疹子啊 怒疮啊 肝血 牛皮血 诸如此类的 我们称为症 那症眼睛一看就知道 这个是本处体伤 那本处体伤你按推是没有效的 一定是要内外热炎 所以我们真正在变的是 变怎么样 症 症要变 状 看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症 是不是一定要按推才能变 不对 因为症的体力虚弱 用眼睛就可以看得出来 嗯 那我们说了 症状会不会死人 不会 症状本身 没有说痛死的或是什么 一定是热能不够才会死 这个我们几乎可以确定 那热能不足反映在体力虚弱 所以这就是我们如果要观察一个病人 我们最先要观察的就是体力虚弱 也就是你还没有动手之前 你看病人进来的时候 你一定要先排除它有没有体力虚弱 这几项 体力虚弱具体的来讲 比如说行动迟缓无力啊 异常疲惫啊 包括还有面无光泽啊 肌肉萎缩啊 癱瘫啊 甚至暴瘦啊 讲话有气无力啊 怕人啊 发抖啊 甚至到水肿 诸如此类 只要有一项出现 你就不要推了 就温敷 好 那另外还有一个观察怎么样 正的体伤位置 正的体伤位置不是用观察的呢 一定要是按推 那这个两者是不一样的层次哦 正的体力虚弱是 你眼睛就可以分辨了 到了要变体伤位置 你就要按推哦 那到底你在 你在变的时候 是要先按推 确定体伤位置 还是要观察正的体力虚弱 一定是观察 所以为什么要排第一位是在观察 正的体力虚弱 因为它决定生死 因为只要有这些出现 它就有危险性 那表示你不能动手了 排除这些 你就是先动手就对了 所以这样原始点变成怎么样 非常简单 你只要能够把正的体力虚弱排除 还有壮的组织受损 我们刚刚讲 那是不需要变的 那一看全 你身体烫伤了 你一定是内外热源啊 你不可能去把烫伤的揉啊 那如果起疹子 你不可能揉它就会好啊 所以这个把它排除 那你想想看 眼睛排除的你才能动手 而不是先动手 再来观察 这个是错误的 所以这样来看 原始点它在辨证只有两个层次 就是要把这些病人分成先按推或先热源 它第一个是先观察 观察症有没有体力虚弱 然后再来再分怎么样 再来按推确定它的体相位置 这样大家同意了吧 那观察里面 当然我刚刚讲的 还包括有那个壮的组织受损 但是这两个层次是不一样的 壮的组织受损 在我看法还不会死人 但症的体力虚弱会死人 所以这个要更加的观察 那而且壮的组织受损 常常是跟症怎么样 混也混杂在一起 有些人 比如说肿痛 对吧 那肿痛痛是症的不适感 但肿呢 是壮的体表组织受损 对吧 那所以它两个 常常是同时出现 那同时出现 这个在我们的看法 你们到底要先揉 还是要先温敷呢 有没有一定 没有一定 没有一定 所以我认为到 壮的跟症混淆的时候 其实也不一定说 一定要怎么样 在我的看法还是先按推 先把症解决了 然后你再温敷就对了 所以我们这样 再继续深思下来的时候 最后就很明显了 原来不动手的理由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什么 症的体力虚弱啊 其他你都可以动手 包括壮 因为壮常常跟症混淆 那你要解决症 你还是可以先动手 不能规定你说 有壮就不能动手 因为你要解决症 你还是可以先动手嘛 动完手 再来解决 局部的一些壮的组织受损 了解吗 所以让我们不动手的 变成最后只有一个什么 这样归纳下来 好 那这样归纳下来 你就觉得很好玩了 变成怎么样 原始点变得怎么样 很简单 你根本不用什么资深的 你一下来要不要温敷 你看有没有症的体力虚弱 有就叫他趴着就对了 如果没有了 让他们去搞都不会搞出人命了 因为你做医学 第一个就是不要闹出事来嘛 那所以我们原来变因是在讲什么 就是不要出人命 不要人家行动迟缓无力来了 你还叫他趴着然后继续揉 揉完 欸 起来吧 人家不动了 可能早就往生了 你连这个都不懂 那真的会出人命 或是他已经来很疲惫了 都要小心啊 或是他来就跟你讲我怕人啊 怕人就给他温敷嘛 喝姜汤嘛 不要先揉了 类似这样 那你们能够做到排除 你们已经第一个避开生死的危险了 那再来才是第二步 那这样通通可以试用 我们说变因到最后 你看哦 刚开始有三种 还有时间如果发作频繁有没有 这个当做一个治疗的一个原则是不对的 因为我反复思维 光前面这两项就够了 因为发作的时间是在变什么 变疾病的轻重 有效 但疾病的轻重不代表说 能够指导先按推或先热炎 他没有办法做主导 只有正的体力虚弱才是真正的主导 那到手来按推的时候 就在变体伤位置了 了解吗 那这个跟发作时间 我只能说还没有最直接的 那这个是我认为医学最大的一个重点的突破 也就是说他已经把疾病怎么样 分成一个热能还有一个体伤 那体伤又分他处跟本处对吧 但热能你症的体力虚弱是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一定要先排除 好 那再来进一步再来分析到我们 症状的轻重分成六项 大家还记得吗 轻症 轻偏重 重偏轻 重症 然后重症体力又虚弱成为重病 重病又有显像已现 命违到立即生死到不用救了 是吗 又有几个层次 那你用这两项大原则来分出来之后 再来看我们任何一项轻症 轻症他没有体力虚弱 你症的体力虚弱第一项是我们观察 他没有 所以轻症 要不要考虑先温敷的问题 不用 这个一看就知道不用 好 那我举到重症了 他发作时间也很频繁 甚至24小时都在痛 对吧 到重症了 但是他唯一一点 重症还没有到重病就是 他还没有体力虚弱 这时候是先按推还是先温敷 其实用我们前面这两项已经很清楚了 只有症的体力虚弱是先温敷 其他都是怎么样 先按推再温敷 那这样你再来看这些辨症 我们的组织不是都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吗 对吧 那在辨轻重里面 轻症有没有状的组织受损 轻症绝对没有 因为状的组织受损 起码一定是轻偏重 因为他发作时间很长嘛 对不对 但他也不至于影响到我们的治疗 他还是按推为主嘛 对不对 所以我刚刚讲的 真正让我们避开 是症的体力虚弱 要不然你再来看 即便有症又有状 到了轻偏重重偏轻到重症 他都有那样 但是我们还是以按推为主 而热源为辅 但是这里是不是完全一定是这样 也不一定 这里要注意的是 从轻到重的过程中 我们的使用热源也会随之而调整 有没有 虽然以按推为主 但你轻症揉一揉 可能温敷个半个小时 可能就OK了 甚至有些揉完就好了 我们也遇过 那到了重症的时候 你揉完 可能温敷的时间 本来半个小时 以最后要变成五个小时 甚至十个小时都有可能 那姜汤也是喔 本来从一两 到最后到重症的时候 可能就要两两 甚至三两 有没有 那代表是怎么样 这个跟前面的大原则 没有什么瓜葛 他已经分出来 是先按推为主 但是随着病情的加重 你的温敷时间就要怎么样 加长 而不是说 他变成访客为主了 变成我先温敷 然后我才能按推 不是这样 所以重症 你还是可以怎么样 先按推 然后再看他的病情轻重 再研判 我们温敷的时间 要不要久一点 姜汤要不要融一点 只是在考虑更细节了 而这个不是主制的原则 所以在这里我已经厘清就是 为什么时间的延长 它是细节 在大原则里面的一个细节 我这样讲解你们听懂吧 因为他发作时间频繁 越来越重啦 对不对 那我只能说 揉完之后 我温敷时间加强 而不能说 他因为时间久了 我先温敷 然后再按推 他跟这个大原则不相干 所以这个就是我为什么 最后想通 要删掉的原因 那这个删掉 对大家的辨证更清晰了 有没有 主体分清楚了 生死先分 我们不要搞出人命了 对不对 先把症的体力虚弱先分出来 我们就在安全下进行了 那在安全下进行 你以按推 再分出本处体伤跟他处 因为即便没有状 光病症喔 症的不适感 症的功能混乱 也有可能是有本处体伤 那这个一定要先揉完才知道 那揉完你已经在治疗了 那不是先按推是什么呢 对吧 所以按推是在 症的体力虚弱排除之外 以后的都是 应该是以按推为主 那如果你限制太多 大家又会把按推怎么样 觉得哎呀反正来都先温敷了 这个也不对 原始点不是这样 譬如说你有气喘来 很严重 你我问你 你会第一个先按推还是先温敷 按推 这个就是急救了 按推 所以我来之前 基金会刚好碰到一个 就是气凶 一个当兵的气凶 那西医检查出来说很严重 要立即开刀 那也打麻醉剂了 那打了 结果他爸爸刚好听过我的讲座 就坚持不要 说立即要送基金会 所以真的把人送到基金会了 那来了 他们也做了 听说第一天做了稍微稳定 那人还没有完全好 因为情况蛮严重 我是不担心 我知道会好 我虽然他们在做我知道会好 但是他们最后做完 他们就在探讨 这个是应该先温敷呢 还是先按推 因为他们考虑很多 第一个吸也打麻醉剂 也打点滴了 太寒凉了对吧 然后又痛的 然后听说呼吸已经吸不进去了 呼吸已经困难了 这样来也算是很严重了 那所以他们就在探讨 问我这个时候应该是先按推 还是先温敷 你要温敷唯一一个理由 先温敷只有唯一一个理由 症的体力虚弱 他如果只是没有体力虚弱 他只是很不舒服呼吸困难 对吧 那痛 好 或是还有其他症状 那还是症啊 顶多就是到重症而已啊 你顶多就是说他重症 那重症刚刚已经教你们了 是应该先按推还是先温敷 按推嘛 那答案再清楚不过 所以我就很明切跟他回答 我说如果没有症的体力虚弱 一定正常程序一定是先按推 后内外热源 所以你再把我刚刚这里 这两我前面的这两个原则 再应用到任何症状 你几乎都可以看透了 完全不应该有疑力 如果真的懂了是完全能够主宰 你根本不用问人家 而且我就可以做决定 你们就有办法做到这样 那昨天我就这样回答 因为这个理已经再清楚不过 而且越简明是怎么样 你们越明确 而越没有模糊空间了 以后你们也不会有疑惑 这个来先温敷就趴着吧 因为他有症的 没有症的体力虚弱 你们也不用担心什么 不会搞死人了 因为没有虚 来疾病好像症状很严重 但不至于急救也是嘛 我们说急救到最后也是先按推嘛 绝对不是先温敷嘛 我们的急救不管是癫痫啊 脑中风啊或心脏病发 对吧一定是先下手 那这个就已经不会再有疑惑 除非你已经看到这一个人很虚 来的时候很虚 然后又倒在那里 你一看就知道很不舒服 你想帮他 这个有症的体力虚弱 你也都看到了 这个可不可以先温敷 这个可以 所以他是灵活的 但是你从这几项来变 我们现在变因这样简化之后 我只能说哇我内心中更加明确了 什么是先温敷 什么是先按推 已经答案再清楚不过 所以我们重病的处理很明显嘛 一定是先温敷还是先按推 重病之后 因为重病一定有一个症的体力虚弱嘛 所以这样又分出来 重症到轻症到重症这一个 都是先按推 重病以后不用问了 先温敷再按推 那这个确立 那能不能说我温敷到重病之后 温敷就不按推 可不可以 不可以 也不可以 因为他两者 我说彼此互为影响 所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所以不能这样做 也就是你温敷或喝姜汤 你即便到了重病 你还是要按推 不要怕他说 哎呀那按推 他万一消耗热了 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你已经先给他温补了嘛 这就没有这个问题 而且你按推之后 他反而更能吸收热源进去 你体伤没有揉开 热不容易进去啊 姜汤也不容易吸收啊 你有时候揉开了 他反而能喝得下去 所以他是彼此互为影响 互为帮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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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